好 这节课程呢 我们继续讲这个课程准备 大家如果购买了这个拓展驱动版可以看这节课程 拓展驱动版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用来做一台智能小车 也可以用来做一个机器人 好 这个呢就是魏晋麦克贝特展版驱动版 这个1.0版本的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板子上呢 就说已经集成了这个电池 两节电池 后续呢我们会开发一种一节电池的这个拓展版 这个驱动版 好 我们就它的功能啊 主要是什么功能了 比如它有有一个封鸣器 跟我们前面的拓展版一样 有一个无烟封鸣器 还有一个直流电机驱动器 3.3大5V转弯 还有两个小L1灯 一个大彩灯 这两个呢是小L1低灯 L1跟L3 中间那个呢是一个彩色的一个大灯 这个呢是封鸣器 封鸣器呢一般是接到P0口 还有机枪的一个电机驱动器在这里面 是吧 电机驱动器的引脚呢我们也在这里有放出来 比M1接到P12 M1P到BM接到P2 M2 这个正反转控制接到P8 P到BM接到P1 还有呢就其他的引脚 比前面的3.3V的这个3到11的引脚 后面呢可以3V转弯成5V呢是13到20引脚 在这里面都有引脚出来 要中间呢有几个被用的这个4P的口 暂时不用 这里有个电源开关啊 好这个电源指示灯啊 也是有电的时候呢亮灯没有电时候就不亮灯了 这个P0封鸣器啊 墨电呢是连上的 我们可以使用音乐分栏之木可以进行编程 发出声音 平时上电呢是不会有声音的 要引脚啊 这个跟我们前面的破转板一样 这个安装孔呢也有这么多啊 安装孔 边上呢4个呢是M3的定位孔 可以用铜柱或者是用这个胶的铜柱安装 中间这4个呢是用植木定位 可以安装落高的就是植木这个插槽 意思就是说利用这些孔啊 我们可以安装在魏晋式列晶能小车底盘上 如果你买了我们的魏晋麦克别拓展驱动板 可以组成一台晶能小车啊 这个购买一个小车底盘就可以了 好我们认识一下魏晋麦克别电机驱动板 也就是拓展驱动板 这个正面刚才我们介绍了 还有驱动板加主板之后呢是这种状况 把这个板插进来 这个板的灯点正呢 它的方向呢也是面面上季节 往前就可以了 插上去之后呢这个灯呢 魏晋它是会点亮的啊 总共三个灯颜色呢有有这个绿色的 以后这里有个挑线帽啊 挑线帽在这里拔掉之后前面三个灯就不亮了 插进去的时候这个灯就亮了 指示灯呢它是一直在亮只要通电的时候在亮 是吧 好这个刚才说了三个灯有追 而有一滴条针帽控制装上去这时候呢就亮灯 一个想它不亮直接拔掉 又它的引脚接线说明啊 有两两种啊 比如3到11引脚它是3.3V的 黄色这个排针信号线 具体哪个引脚能做普通IACO使用或者做输入 或者做其他引脚使用啊 大家可以参考前面的这个 课前准备主板接级课程 要红色的为正电源3.3V 黑色的为负电源 好另外一个引脚呢是13到20 它可以3.3到3.5啊 可以转弯的 黄色为信号线 红色正电源3.3V或者5V 黑色为负电源 怎么去转弯呢啊 这里有一个特线帽 当我们把特线帽接在这边的时候呢 它是3.3V 现在接到底部啊是5V啊 就算我们需要接超声波的时候 或者循现传感器的时候 就说5V传感器模块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把它接在5V这个位置上面 否则我们的传感器是不会工作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 因为不同电压的传感器 它的工作电压是不同的 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 还有电机输入控制 i-code 这个也是我们已经把它列举在我们的板子上面 比如风鸣器接到P0引脚 这个M1电机这个正反转控制 电机有正反转的 正反转控制就在P12引脚 01两种状态的控制是吧 M1P大BM啊 它是控制速度的 一个变化的值 0到3.3 0的时候不转 3.3的时候聚快 这个值呢可以0到100 或者0到1023等等啊 这个值呢不同定义 它的分出来的这个细分不一样 要M1呢是P8控制正反转 01两种状态 M1呢是P大BM啊 这个刚才说的0到3.3的电压 这个电机输入控制 还有一个是电机输出I控制 这个不是I口了是控制口 不能说IO 它可以接两路即四路电机 四路的时候呢是并远 两路的时候呢是单连 比如左电机啊M2 这里呢可以接一个电机 是啊 这样 上面也可以接一个电机 这是一 二 这组成两轮小车 两路电子 那么我们是要四路电机怎么办 比如这个 1-1 这个电机接到这里 是吧 那么 加到一个 -2 那么接到这里 这里呢就变成四路电机 其实这两路电机它是并起来的 像它这两个线是连起来的 连网了 好 这呢大家应该很清晰了 那么电机的正反转呢 假如这个电机小车 这个反方向的时候 两个人反方向的时候呢 小车呢就前进 对吧 举个例子 那么 这个怎么会变成后退呢 变成圣时针的时候呢就变成后退 怎么改呢 比如就是举个例子啊 是正负 我们要他后的时候呢 我们比较把这两个线交换一下就可以了 把正负线交换一下 它就会变成 反转了 这个后续呢 我们会跟大家去讲解的 这些过程呢大家只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个呢就是两轮小车电机接线图啊 刚才也发给他的 这个电机呢可以金属电机 或者是普通的TD电机 或者是12V的这个电机都可以啊 我们就直接把它接在上面这两个线上就可以了 还有四轮的啊电机 上面呢这里呢就有 分别 JMN1N2 四个啊 这两个呢是并连的 迪萨也并连的 现在就可以组成四轮小车 购买未经电子这个四轮底盘就可以直接用麦克变 来做一台四轮小车 如果购买未经电子麦克变这张小车底盘 可以两轮的我们可以组成两轮这个智能小车啊 好这个也是啊3P传感器接法 有杜邦线的接法啊 这个跟我们前面的拓展板一样的接法了啊 这个呢就不多介绍了 也是一样 好我们再介绍一下四线的啊 这个循环线传感器的接线方法 因为有四条线 所以呢这个要注意 我们要用杜邦线去接 VCC我们接VCC 一个左一个右啊 左我们接到14 引脚对吧 右我们接到13引脚 我们VCC对吧 这里是VCC 以后呢左啊这个是右 接到13 左我们接到14 左我们接到14 GND我们接到这边GND 对吧 这个呢是1.1版本的后续版本呢我们就把它星级一下 我们到时星级的时候呢也会跟大家去讲 还有接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跳线帽要贴到贴到5V这里面啊 另外一个超声波的模块接法 因为我们这个驱动拓展板上面呢有5V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另外单独供电了 我们直接把这个拓展板上面的供电 我们改成5V供电就可以了啊 超声波呢也是有四个接口的 分别VCC 首先这个超声波模块 我们插入我们那个准备板上面 插入之后啊 第一个VCC 我们就可以把它接在这里面 对吧 T 我们接到 15 1 我们接到16 GND 我们就把它接在这个负上面 好 这个超声波的接法 然后呢还有一个J1J2J3备用接口啊 前面两个呢 现在我们就暂时不需要用到 这两个我们现在先不用 后续呢 我们把它新击一下 第三个呢 我们现在目前呢 可以接入这个七彩探照灯 控制两路灯啊 我们用P3P4赢酒来控制 直接用一根 转弯线就可以查进去 也可以用杜邦线去接 也可以单独去接 这个呢 这些七彩探照灯是应该购买的 这个呢可以接到GND上面就可以了 好 下面三根线呢可以 大家随意接到我们数字 iQO上面就可以了 接到 就我们的拓展板上面 数字iQO上面都可以 大家继续接 好 之后讲一下我们的 拓展驱动板的 充电方式有两种 一种呢是取下两节电池 装入充电槽进行充电 这个看大家购买的是哪一种电池 哪一种充电器的 有购买的是这个双槽充电器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充电 这个灯变绿的时候呢就说明充满了 还有一种充电方式呢 我们就购买一个8.4V的专用充电器 插入这个驱动拓展板 这里面插进去 注意这个电源方向 要插到这个插到220V 绿色的时候呢就充满 红色的时候呢是正在充电 当然你们有插入220V的时候 这个灯插入也是显示绿色的 这个要注意啊 好 我们就这节课程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就讲了主板 拓展板 还有拓展驱动板三种 后面呢我们还给大家介绍 这个传感器 这个直目透件 意思就是说大家买了 相关的这个套件 我们才看相关的教程 这个一定要注意 如果没有买套件 看教程 也可以参考 当然 如果需要教程呢 可以直接在 魏晋淘宝搜索 魏晋麦克别 电解直目套件就可以了 好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节课程再见